1905年3月8日 法国压眠的地方法院被军警围得水泄不通 通往审判席的走廊上一步一岗 河江实战的士兵警惕地审视着每个人 上午10点 骑兵押送着一辆车车来到法院门前 士兵们推开围观的人群 一名男子敏捷地跳了下来 男子头戴原礼帽 身穿长风衣 腋下还夹着一个文件包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个犯人 反而像教师或学者 他望着街道边挤满的人 露出灿烂的笑容 他举起手臂对着人群高喊 无政府主义 万岁 人群轰然回应 万岁 随后激昂的鼓激歌响起 在上千人的合唱中 男子走进法院 在他迈进大门的一瞬间 人群发出最热烈的呼喊 马里乌斯雅各布 万岁 对于远洋传员约瑟夫雅各布来说 1870年不是个好年份 在那一年 普法任人莫发 普鲁士开始进攻他的家乡 阿尔萨斯 为了活命 约瑟夫果断认马赛 在这里 他娶了当地姑娘 玛丽贝尔图 但这对约瑟夫来说 并不是一件完全的好事 这倒不是因为夫妻俩感情不好 事实上 俩人是纯粹的自由恋爱 但妻子对约瑟夫的工作很不满 他要求丈夫 必须放弃自己 在远洋船上的工作 这种食宿全包 小命难保的工作 任哪个女人都不会放心 所以 约瑟夫只得离开大海 在陆地上回忆搏击大洋的浪漫 1879年 夫妻俩的儿子诞生了 约瑟夫为儿子起名为 亚历山大 玛丽乌斯雅各布 玛丽乌斯在拉丁语次元中 有海的意思 为儿子取这个名字 寄托着约瑟夫心中 那未曾熄灭的 征服大海的野望 他希望儿子将来也有一颗雄心 而事实证明 当年的法国 确实很适合 有雄心的人 毅然身手 彼时的法国社会结构之混乱 就像是把阿玛尼 阿尼玛 黄阿玛 莎其 玛玛 莎其 混在一起 不发战争失败后 法国各派设立纷纷崛起 保皇派 立宪派 直选派 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 在街头激烈地表达意见 对于这种啵啵声机 晚无警发的状态 同僚韩国音乐电台描述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种社会里长大的小雅各布 从小接触的就是一片其乐融融的环境 更要命的是 虽然自己已经没法当水手 但约瑟夫把自己对海洋的向往 全灌输在儿子身上 从小到大 他给小雅各布讲了一大堆浪漫美好的水手故事 什么神秘海神啊 奇幻宝藏呀 抑郁美人呀 把小雅各布听得一愣一愣的 对大海充满了无穷的向往 许多年以后他才知道 父亲在远洋传承的岗位也是一个厨子 除了父亲的奇幻故事外 随着年龄的长大 小雅各布也接触了一些课外毒物 比如海地两万里 结果 一个天真的玩笑 崩遍了命运的轨道 小雅各布从此更加对大海的神奇深信不疑 早早就立志成为远洋水手 因此 在攻读了小学学位后 小雅各布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 他开始在码头上蹲点 终于有一天 他看到一个海军军官跳上码头 他赶紧迎上去帮人家提醒力 军官以为这小孩就是个要小费的同工 就边走边把零钱递给雅各布 雅各布知道自己被误会了 他仗红着小脸不肯收钱 结结巴巴地讲出了自己的野心 我想跟着你 让水手 军官听完哈哈大笑 啊 想拿水手啊 这好办 如果家人同意的话 这周内你可以去军营找我 我叫马迪诺 喜喜肉狂的雅各布飞奔回家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 约瑟夫非常高兴 但母亲玛丽就崩溃了 你个老东西 自己不去作死 你他妈穿透孩子去作死 我跟你拼了 约瑟夫被抓了个满脸挂花 但此时他也来了脾气 坚决支持儿子当水手 一家人开始了其乐融融的交流 跟他们家内斗相比 街面上甩炸弹的革命党 都是如此的温和如雅 斗争的结果是 1890年2月 11岁的雅各布正式作为传统 被分配到了西藏号远洋船 开始了自己的海员生涯 然后他就会知道 他的犬妇有多么坑人 犬妇只告诉他航海的奇妙 却没告诉他水手这项工作 完全就是老死雷死库里男的工作 在船上雅各布必须凌晨4点起床刷甲板 修理机器伺候军官 并且必须时刻面对上级的谩骂 这种生活让他完全无法忍受 沿着非洲走一圈后 他也知道异国并不浪漫 这地方除了呲牙的大河马外 就是穷的互相呲牙的黑叔叔 没有财宝 也没有女妖 当第三次出航后 小雅各布终于对犬妇的话彻底失望 他理想的航海生活 跟现实中的一点都一模一样 但是事已至此 雅各布花大饼 告诉他一旦转正当舵手 就能拿45法郎的高薪 这是个很诱人的数字 无可奈何了雅各布 只能继续坚持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是 在航船上 雅各布跟船员 因为一些不能过审的原因 发生了一些冲突 小小年纪的他为了自卫 不得不奋起反击 结果差点被打死 在向船长投诉无效后 雅各布在临近悉尼的近海 跳船薄鹿 那年他才13岁 上岸以后 雅各布发现 这座带营最大的监狱 对自己也不太友好 在悉尼 他卖过苹果 擦过脾气 还喂过海报 无论哪份工作 都没发糊口 关键时刻 一个法国老乡拯救了他 他在听说 这个小孩当过海员后 热情地邀请雅各布 到自己的普京船上打工 并保证收益公平分配 满海感激的雅各布 再次登船 然后又得知了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船长确实是个 有口齿的人 说好收益公平分配 就绝不反悔 这在那个年代 属实是良心自问家 坏消息是 他登上的这艘船 并不是普京船 而是在业务上 有一点小出入 这是一艘海盗船 主要业务是在海上 杀人越货 这项刺激的业务 让13岁的雅各布 吓破了胆 他果断在进港后 再次跑路 这次他连澳大利亚 都不敢待了 随便跳上一艘船 潤入欧洲了 随着英国货船 雅各布回到了马赛 刚下船就被人给抓了起来 这倒不是 他的海盗行为被报过 而是因为 他能登上西藏号邮轮 是因为受了军官的举荐 那艘船虽然是邮轮 但船员却是军级 因此 跳船跑路 可以被算作逃兵 这个罪名让雅各布 欲哭无泪 他跳船只是为了保命而已 他和母线 向法庭哭诉自己的遭遇 一番波折之下 法庭最终没有难为 只有13岁的雅各布 最终 法庭大发辞为 他们让雅各布 当时以海员的荣誉 发誓不会再违法 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 虽然在法庭眼里 自己已经大发慈悲 但对于雅各布来说 这依然是个坏消息 因为这个判决意味着 他基本无法脱离 海员这项工作了 他本来就是自卫 却平添了无望之灾 这种对法庭的恨意 将逐渐积累 最终以一种 意想不到的形式 释放出来 躲过牢狱之灾的雅各布 终于回家了 由于只能继续做船员 他又找到了 带他入航的马蒂诺 马蒂诺此时 正好接手了一条好船 便同意带他一起出海 这次由于有船长照着 雅各布在船上的处境 大为改善 不过 这个小船员却表现出了 和其他船员 截然不同的品质 他不抽烟 不饮酒 不赌博 定制精英业业的工作 主动学习各种技能 很快船员们发现 这个小伙不仅勤劳 还是个高材生 他拥有小学学位 船员们纷纷拜托他 来给家里写信 雅各布一一帮忙 很快成为了 有口皆碑的人物 看起来 这似乎是一个 成功船员的起点 然而 所谓如鱼得水一场功 1897年 雅各布在船上大病一场 被朋友用担架 抬回了马赛 他的海员生涯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在家乡马赛 不少亲戚陆续过来看雅各布 大伙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给他买了不少礼品 其中一个表哥怕他空虚 非常贴心的 给他送了一点精神食粮 大文豪雨果的名作 九三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过九三年这本书 这是一本安宁祥和的小说 非常传奇地描写了 当时法国社会那种 其乐融融的温馨状态 在看完这本书后 雅各布的格局 一下子就打开了 雅各布发现 他个人的悲惨经历 并不是他本人运气不好 而是法国社会 就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 他应该做的 不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是改变这个 腐朽的法国社会 既然要改造社会 那就应该选一个门派加入 作为法国的大城市 马赛当地 正处于各股政治力量的 吃鸡状态 可选的思想众多 在众多思潮中 雅各布依然选择着 最离谱的那个 无政府主义 虽然以现在的角度看来 主张取消政府和秩序的 无政府主义 是一件比较神奇的思想 但任何思想能够流传下来 都必然有其逻辑自洽之处 无政府主义也是如此 雅各布时代的无政府主义 其根本逻辑在于 他们认为 人类存在阶级 有阶级就有阶级压迫 共产主义者认为 应该通过斗争 来消灭阶级压迫 而无政府主义认为 应该消灭阶级 而如何才能消灭阶级呢 众所周知 政治的定义是 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 当时的人认为 权威带来了分配 分配带来了阶级 阶级产生了压迫 所以只要从根本上消灭政府 大家就绝对自由了 也就不会有阶级压迫了 这一连串的逻辑 听起来很离谱 仔细想想 也的确是很离谱 实际上 即使在当年 波波升级万物警发的 法国社会里 无政府主义者 也是最为暴烈的一批 他们在欧洲各地 四处串联造反 逮住机会 就从物理上消灭政府成员 弄得跟恐怖分子一样 使各国政府 最优先镇压的人 当然 心理善良的雅各部 跟其他成员不同 他虽然进入的是 无政书主义圈子 到处宣扬无政府思想 但他反对使用暴力 只是喜欢到处演讲 不过 既然雅各部已经败入山门 那么遵循着通辽宇宙第一定律 能者多劳 为了帮雅各部误道 马赛的警察很快就找上门来 一阵狂杂乱搜后 最终他们确认 雅各部的母亲玛丽是小偷 说人家是小偷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 警察们发现了玛丽的订婚戒指 你们这种牛马家庭 怎么可能买得起 肯定是你偷的 我们没收了 被凭空污蔑的雅各部 勃然大怒 立刻去警察局讨说法 这个操作 首识把马赛警察给整笑了 你不是不承认政府合法性吗 讨什么说法 给爷爬 雅各部还没来得及生气 警察又闯上门了 又一番狂杂乱搜后 他们找到了一本书 按说家里有本书 也不是啥罪行 可是这本书 是一本炸弹制作教程 警察因此判定 雅各部试图制作炸弹 判刑六个月 一脸懵逼的雅各部 就这样被送进了 通疗指定农场 六个月后 他被释放 也许是光顾着生气了 他在监狱的这半年里 没啥感悟 面对如此愚笨的家伙 法国警察不得不执行 通疗宇宙第二定律 多劳多得 他们开始以半个月一次的频率 去雅各部家中搜查 隔三叉五就找理由 把他再回监狱 强迫他继续舞蹈 雅各部被搜得实在受不了了 在一次出狱后 直接在工作场所住 不回家了 为了他的成长 法国警察简直操碎了心 拼了命的 把他往通疗宇宙里推 他们立刻跟到工作地搜查 很快就让整个马赛 没有一个老板敢雇佣雅各部 这回法国警察终于成功了 所谓坦尼困而投诉连 拉姆居而言犯罪 在第五次深入荣场之后 雅各部终于误了 1899年3月31日下午 三名警察推开了 马赛城里一家当铺的大门 向店主吉尔先生 展示了搜查令 领头的警察先生严肃地说 吉尔先生我们接到举报 您的当铺收了一件 凶杀案受害者的手表 我们怀疑您参与收赃 需要进行全面搜查 立刻把账本和保险箱钥匙交出来 吉尔先生听完汗流入住 他确信自己没收购那块手表 但问题是 他确实经常参与收赃 但此时他也无可奈何 只能哆嗦着交出了账本和钥匙 警察关闭了当铺的门面 然后打开了保险箱 其中一名警察 把珠宝手表首饰的贵重物品 一样样取出 有效不稳地查查足足持续了三小时 吉尔先生已经濒临崩溃 因为警察评估 这些东西至少价值40万发了 清空所有物品后 领头对警察冷笑地询问吉尔 吉尔先生 你是否承认有收赃行为 吉尔当然不承认 一再表示自己是个守法的好人 如果这家帮库有任何违法行为 那么自己的员工将承担一切责任 面对着这个良心资本家 警察不懈地说道 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见检察官 看看他是否相信你的鬼话 吉尔先生就这样被塞进了一辆马车 拉到了马赛的法院 带头的警察亲自耗着吉尔 走到检察官办公室门前 他告诉吉尔 在门口坐着等一会儿 自己要向检察官拉人汇报此事 几分钟后警察出来了 告诉吉尔 检察官现在很忙 过一会儿就喊你进去 我现在有个紧急差事要办 你在这儿老实等着 说完他还俯下身 盯着吉尔的眼睛威胁 你可以试着逃跑 看看我能不能把你抓回来 吉尔先生吓得呆若目击 老老实实地蹲到门口 等检察官询问 一直等到天都黑了 法院打经的过来赶人 你这人有什么大病 法院都下班的 你在这儿蹲着干啥呢 吉尔先生欲哭无泪 他说我身上背着不安寺呢 斤情绝对跟检察官解释啊 打经的倒是个好人 他帮吉尔找来一位 还没回家的法官 吉尔赶紧上前 结结巴巴地解释自己的冤屈 表示如果有错误 那么责任权的员工等等 这位法官非常有正义感 啊 有钱你来赚 黑锅员工呗 杨建仁干净件事 惹人恶心不自知 别不要脸了 关起来 明天仔细喝湿 莫名其妙去蹲了耗子的吉尔 彻底温贵 他看牙尸里嚎啕大哭 由于他嚎得太过惨烈 终于激怒了一个看守 冲进去也就是一通暴打 打了一会儿不打了 因为吉尔先生 答应付给他二百法郎 所谓有钱能使墨推轨 看守联系了警察局的朋友 试图找到抓人那位警察队长 看看是否可以通融一下 都没有叫洛朗的队长 也压根没接到什么收藏举报 几个人一核对 然后整个马赛都沸腾了 第二天就是4月1日 这场跟科佩尼克上位 一样兴致的故事 如同愚人节玩笑一样 取悦了整个法国 马赛的司法系统 从此颜面扫地 成为了群朝的对象 没错 这次创意十足的犯队 就是来自雅各部的监狱无道 马赛警察求垂得垂 在第五次入狱后 雅各部终于悟出了门道 在监狱里 他敏锐地发现了 无政府主义事业最大的问题 太过沉迷于零星暴力 这种零星的暴力刺杀 让他们的形象 如同恐怖分子 跟这群重制们在一起 怎么能告号无政府主义呢 为了拯救无政府主义 雅各部有了新的想法 简单地说 就是无政府主义 必须全面复盘旧有案例 吃透市场环境 找到新抓手 发立新路径 通过新的引爆点 来提升市场感知度 用舆情公式串联普通市民 以结果导向 为根本逻辑进行事能积累 最终形成社会结构化的 价值偶合 总之 雅各部认为 无政府主义想要壮大 依靠的不是搞爆炸 而是搞策划 雅各部由此总结了 个人的发展路径 用非暴力犯罪搞钱 然后用搞来的钱搞组织 收买媒体 利用媒体改变自己的形象 甩掉过去恐怖分子的帽子 由此雅各部制定了 无政府主义者的犯罪三原则 一 除安全和自由受到侵害外 尽量不使用暴力 教室等 而对游艺职业则予以帮助 同僚人不害同僚人 工程师就属于游艺职业 工人农民 医生作家等 都属于帮助对象 三 所得款项除维持自己的生活外 全部由于无政府主义事业 和有需要的穷人 事实证明 格局打开的雅各部 果然天赋惊人 吉尔当铺是他的第一个练手之作 这场牛刀小事 就震惊了整个法国 由于这次作案名气太大 他在几个月后就被捕了 重新入狱 而这次入狱 恐怕很难轻易出来了 无奈之下 雅各部整了个狠活 装疯 在表演了吃帽子 发粪图讲等一系列狠活后 法官确定他真疯了 移送精神病院 好在这是法国 没有剩意的沙白 精神病院里有个护士 也是无政府主义者 1900年的某天 他找了个机会 把雅各部给放了 这次精神病院之旅 终于补完了所有误道环节 重复自由的雅各部 确信了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 他准备大展轰图了 从法院里出来后 他又来到了法国 蒙比利埃开了一家五金店 购买了市场上 所有品牌的保险箱 躲在地下室 研究如何开锁 是的 他准备从事一项 传统行业 道谢 并且像拉姆一样 成为这个传统行业的新标杆 通过匠人精神 雅各部很快就成为了 撬爆影像专家 然后他就开始行动了 第一个目标 是尼斯一个极其贪婪的制造商人 这个人以残酷欺压工人而闻名 1900年11月 雅各部抵达了尼斯 他在商人的豪华别墅对面 租了一间公寓 每天观察目标 一个月后 他大致摸清了这人的行动诡计 他每周二晚上会出去鬼混 彻夜不归是最好的时机 周二上午八点 商人如常走出别墅 雅各部在他家大门的门缝宫 塞了几张纸就回去补教 午夜时分 雅各部再次来到别墅门前 看到那几张纸 原封不动 他确定主人没有回家 可以动手 门缝塞纸这招 是雅各部留给后世窃贼的 一个行业小妙招 直到今天依然对小偷们沿用 确认家里没人后 雅各部轻易地 从顶楼的烟囱里进入了别墅 进屋之后 他用棉被盖住了保险箱 窃表开锁时不发出任何声音 不到十分钟 他就打开了保险箱 由于里面的财宝实在太多 雅各部甚至一个人无法带走 只能拿着四万法郎的现金 兴兴而去 虽然搞钱不多 但雅各部对这次成功的实践 非常满意 而且他认为 兽人以驴不如兽人以驴 他开始对托分而来的兄弟们 分享技术和经验 把自己溜门笑索 拆保险箱的手艺 全部一刷成小册子 主动分发给团队成员 很快 大量的法国无政府主义小偷 在一夜之间实现了技术升级 整个行业生态都被重组了 基于无政府主义者 不恕权威的核心思想 致盛先是雅各部 并不去管理这些人 更不参与分配 基本上是 只要你发誓尊重三原则 我就教你设意 手艺学生后 你们就自己组队出去单干 我啥也不管 但是 你们办事时 必须和我使用共同的名号 黑夜工人 当然 除了教学工作外 雅各部也没忘了真抓实干 他经常随机 了解给黑夜工人们 组队干上几票 为了打出品牌知名度 他总是在作案后 给受害者留一封信 在信中 雅各部会详细阐述 你做个什么缺的事 为什么要混混你等等 在信的落款处 他会留下自己旗的笔名 阿提拉 由于经常新的一线 雅各部可以 第一时间掌握视察情况 对自己的产品 进行技术携带 作为服务意识超强的人 他很快开始 给黑夜工人们 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除了教材外 还提供开索工具 化妆染料 身份证明 销葬渠道等一系列支持 靠着这一套完整生态 黑夜工人们迅速做大做强 不出一年 这个组织就锁出波罗门 向全欧洲发展 成为了富人的噩梦 整个欧洲各有钱人 都是陈瑞摸电线 输麻了 如此庞大而工业化的小偷公司 想必会遭到 欧洲各国政府的围剿 答案是完全没有 虽然雅各部很中二的 要求徒子徒孙们 自称为黑夜工人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他这样的品牌意识 毕竟干的是这种业务 如果和被害者见面的话 双方难免会有些小尴尬 所以各国警察 完全是盲向摸人的状态 他们根本不知道 黑夜工人的存在 倒是对那个叫阿提拉的大道 很感兴趣 只可惜对于这个阿提拉 警察也束手无策 因为雅各部做事非常缜密 警察是根本拿不到线索 而在法国的地下世界 雅各部的工匠精神 依然卷得爆棚 他勤勤恳恳地 致力于盗窃技术的革新 比如针对楼房盗窃 他提出了租现楼下的房子 然后开棚板的小妙招 这是他对盗窃行业的第二大贡献 彩虹六号都继承了这种创意 在传道授业的同时 雅各部的信更是花样翻新 在嘲讽那些被盗的妇人 比如在下是盗贼之神 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 由于这些话反映了群众的心声 在当年迅速成为了法国流行语 导致被盗者不仅要在财富上受损失 还要在声誉上二次破防 而且雅各部始终坚持他的三原则 某次他摸进一个海军军官住所 然后就遇到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雅各部发现 这个叫朱利安·维奥的军官 还有另一个名字 叫做皮埃尔·洛蒂 洛蒂是著名小说冰岛御夫的作者 按照雅各部的标准 军警属于反动派 可作家属于社会建设者 那么偷还是不偷呢 思考两脚后 他觉得宁可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能伤害一个好人 所以他把打包好的所有东西 都放回原位 并且留下了一封信 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 我看过您的作品 认为您的工作配得上薪水 随心附上石发廊 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月窗 阿提拉 回家和多洛蒂 惊讶地发现了屋内的小纸条 把这个事当段子 跟很多作家同行讲了 一时之间 狭道阿提拉风头无聊 成为了当时的法国顶流 有流量就很有高法 很快什么法兰西罗宾汉 巴黎布拉德遍地开花 成为了老同僚正哥起的旗械运 从1900年到1903年 雅各卧光自己 就做完150到500起 涉案金额最保守估计 也超过了500万法朗 但他真的把大部分的钱 交给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穷人 更神奇的是 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比政府有效率得多 他们收到了经费后 居然真的开始进军媒体了 从1902年开始 无政府主义者连续收购了多家报社 很快就利用这些渠道为自己发声 拥有了流量平台的他们 迅速对其他思想的路边社 形成了降维打击 成为了法国建政圈的险学 而谁都没想到的是 正当组织发展向小汉汉跑步 高歌蒙进时 雅各布却翻车了 1903年4月的一个晚上 雅各布找来了两个兄弟 跟他一起去夜踹寡妇门 踹寡妇门的原因是 这是一个为父不仁的寡妇 在当地恶名满满 这个任务毫无难度 那个寡妇住在一个乡间的庭院里 只要趁他不再翻进去 把包眼镶拆开就行 这活雅各布闭眼都能干 因为实在太简单 雅各布犯了一个跟拉姆一样的错误 选择队员时 他没太认真挑 他找了两个入行不久的新人 两人本来都是暴力出身的 无政府主义者 对盗窃这行并不熟练 因此 在进入房间阶段 失误就来了 那个叫布尔的小子 觉得用刀切玻璃太费劲 于是 选择了最简单土塑的方式 上学就给了玻璃一拳 半夜三经的 寡妇家玻璃破碎的声音传得老远 隔壁老王被惊醒了 冲出来就喊了一嗓子 谁在那边 雅各布一看被发现了 赶紧示意放弃任务 哥撒转身就跑 邻居喊完这嗓子 赶紧驾车去城里报警 此时雅各布三人组 依然安全 警察从城里到乡村 还需要很久 哥撒分头论就行了 可是 雅各布此时犯了另一个错误 他觉得提前跑路 已经够谨慎了 荒牛也领的 分散也没啥意义 就法国警察那个效率 等他们来还早 所以 他们决定三个人一起 乘火车回蒙比利埃 等三人腿着到火车站 就已经凌晨两点 早过了列车运营时间 几个人只能在月台上等着 一直等到清晨六点 火车来了 正当三人准备上车时 却猛然发现 车上居然跳起来两个警察 说的来也是凑巧 当天城里直弯的警察 非常有责任心 早早的坐第一班火车赶了过来 跟雅各布他们来了个顶头碰 荒牛也冷的 火车站根本没啥人 俩警察一看对方的人的脸声 立刻拦住三人 要求检查 意识到危险的雅各布反应神速 立刻对同伴们大喊一声 跑 转身就润了 遗憾的是 另外那哥俩 可是干损活的书身 习惯暴力对抗的布尔 掏出手枪要开火 两个警察一死一伤 造成悬案后才逃命去了 虽然法国警察不太靠谱 但公开展和武装袭警 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难以忍受的 雅各布的手下很快被抓住 雅各布本人 倒是凭借松父的经验润到乡下 他毫不慌张 遇到搜查的警察时 还很有风度地进了个举帽里 就是这个动作让他栽了 本来警察根本没注意他 但这个里进完后不久 就有一个警察反应了过来 这黄村野岭的过路的都是一群乡巴佬 维尔特跟他秘密都算是温和儒雅的 哪个农民会这么有礼貌 警察们叫住了雅各布 把他带回了警局 在警局里 他提前准备的信和作案工具被搜出 一番大忌议恢复复处后 他招了 大刀阿提拉的落网轰弄了整个法国 按照常理 这种作案无数还导致警察殉职的大盗 必然会在社会公分中走上脚陷架 可是很快法国政府就会明白 雅各布的能量究竟有多大 在被捕后 当年用雅各布的钱收买的无政府主义媒体 开始连篇垒路地 对雅各布和他的黑夜工人组织进行报道 公路们一下就知道了 原来阿提拉不仅是个侠盗 居然还搞了一个有政治理想的组织 这在当时接近矛盾激烈的法国社会里 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夜之间 雅各布就从一个传奇窃贼 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英雄 来自全乌鲁的无政府主义者 从四面八方涌向关押雅各布的监狱 这群人里有相当多的人 都是过去在各地干狠活的 由于担心武装劫狱 警方赶紧把雅各布转移到巴黎 由于雅各布热度太高 无论怎么判决都可能出状况 所以 法国政府决定采取鸽子的战术 审讯过程足足拖了两年 准备把热度拖煤时再判 然而他们失算了 无政府主义的媒体疯狂引流 把雅各布越传越神 两年后不仅热度不减 反而琐琐琐琐琐琐琐 进入1905年 媒体们开始攻击政府 九审不判是一种报复 逼得政府只能开庭 于是 法国历史上的名场面诞生了 1905年3月8日下午1点 这场轰动全国的审判终于开始 所有入场的人身份都经过严格核实 其严厉程度堪比后来的纽伦堡大审判 在审判过程中 人们才知道 雅各布除了是个技术高超的盗贼 同时还是一位天才的演讲家 从进入法院开始 他就展露出无政府主义者特有的不合作态度 按照程序 法官问他需不需要挑战陪审团成员时 他开始了表演 面对大量的法官和记者 他说 不 法官先生 我要挑战的可不只是陪审团 而是你们所有人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正义感的人 我要挑战的是这个不公的社会 你们肯接受我的挑战吗 法官闭上了嘴 老子又不会社会 我怎么代表社会 他没兴趣跟雅各布辩论 你设你的会我付我的会 法官直接宣布庆审开始 然后他就见到了法国版的舌战群儒 由于雅各布犯的案子太多 光证人 他就需要对一只处食人 一般情况下 面对着受害者的血液控诉 这毫无疑问将是对被告漫长的处刑现场 而雅各布则通过自己的口才 一转公式 创造了法国司法史上的名场面 比如 一个被他盗窃股票的商人 声泪居下的控诉 雅各布给自己再来的损失多么惨重 雅各布在一边质问道 你买这些股票花了多少钱 商人抹了我眼泪说 超过1200法郎 真金白银的1200法郎 雅各布哈哈大笑 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 小偷是卖给你股票的人 因为我认为这些股票一文不值 我给这些烧了 称木杰哲的商人 完全不晓得怎么继续这个话题 后面的控诉内容都没有说出口 再比如 1902年 他曾经在一个上校家偷走一把枪 上校在法庭上控诉雅各布盗窃 雅各布承认了 然后反问道 我确实拿走了这把枪 不过你打算用这把枪来干什么 治病还是杀人 如果是为了杀人 我拿走他有什么错 这种辩论几乎贯穿了整个庭审过程 每天的庭审结束 报纸都会详细刊登空面细节 整个法国社会都大呼过眼 十天的庭审后 法官都快搞不清是谁谁谁了 每天有几千人在法官外合唱国际歌 法官们人人压力山大 面对法庭 雅各布毫不对死 他对法庭说 生存权是不能祈求的 我不怕他被夺走 可是 雅各布越这样 法官反而越不敢看他死刑 因为一旦处死他 他将立刻变成劣势 带来更大的骚乱 就这样在全国瞩目下 庭审持续到了1905年3月22日 法庭做出了最终判决 鉴于雅各布并没有亲手杀杀警察 判处无期徒刑 在最后陈词结乱 雅各布发表了一次著名演讲 演讲的题目叫 我为什么会是一个盗贼 在演讲中 雅各布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 绒面版的人缺少面包 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 露出了自己的脚趾 织部的工人一不必提 建造宫殿的石匠 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 什么都生产的人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生产的人 什么都有 所以 盗窃是归还 是收回 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 我更愿意 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 我一有了良心 就毫不顾忌地偷窃 这场演讲 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同时也让法庭意识到 虽然他们不能处死雅各布 但必须削减这个人的影响力 法庭为他指定了 一个复兴地点 卡燕 这个卡燕跟保时捷没关系 他是法属贵阿娜的首府 位于南美 简安在苏里南 卡燕之与法国 相当于西伯利亚之与苏联 由于深入热在雨林中 条件极杀 被流放到这儿的囚徒 都生不如死 有无血断头胎都没撑 被发配到这儿 还不如直接死了痛快 1906年医院 雅各布被流放到卡燕 在这个囚犯平均 只能损活5年的流放地 他足足熬了11年 这期间 他18次越狱均告失败 每次失败后 都被看守暴打 与大多数流放者不同 雅各布在卡燕 依然保持了自己的作风 他不喝酒不赌博 对于监狱看守 他毫无妥协 自学法律与其对抗 还时不时帮助一下狱友们 即使在这儿 雅各布也没有放弃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时常跟身边的人宣传 由于他仍然很好 无政府主义 很快在南美开支三业 在他看来 这是他值得坚持一生的事业 但凡事总有意外 在监狱的某一天 雅各布如常地 随于我们进行劝导 他正在忽悠一个 当地的老工人 信无政府主义 正说的天花乱坠时 这个老人问道 如果政府没有了 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 我衰老后不能再劳动 只能成为你口中的实力阶级 要是连政府给的养老金都没人发 我该如何活下去 面对着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问出的朴实的生存问题 口若悬河的雅各布闭嘴了 他确实无法回答 因为他想入住这个问题的答案 沉默了半天后 他只能回答那位工人 我还没想到答案 如果想到了 我会告诉你 1927年 在阿尔伯特伦敦奔走下 雅各布被释放 回到了法国跟家人团聚 不过 回国后的他 没有再宣传无政府主义 因为他还是想不出 那个问题的答案 虽然信仰产生了严重动摇 但雅各布依然喜欢打抱不平 所以 在1936年时 他准备去西班牙支持共和军政府 晃到了大半年后回国了 因为他的思想太过冷门 没有队伍愿意收留他 在法国后已经是老人的雅各布表示 在这个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国家里 待着狠无趣 然后纳粹就进攻法国了 在法国的沦陷期 老头为大量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 提供了庇护 在战后 法国政府还特地感谢了 这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为他提供了一份荣誉退休金 进入晚年的雅各布 依然坚持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 50年代 法国政府向他的老狗 征收宠物入睡 一辈子反抗政府的雅各布 亲自去税务部门交钱 正当人们惊讶于 他居然如此听话时 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他要求政府给自己的狗 一张选民证 理由是 这条狗从不喝醉 从不说谎 而没有一个选民做到了指点 虽然整活整了一辈子 但雅各布始终没有找到 那个问题的杂案 直到75岁时 截然一身的雅各布终于不耐烦了 他无法想通 无政府主义是否是正确的 但他也不愿意再想了 我的人生已经经历了足够多 到此为止吧 1954年8月28日 雅各布给社区里 九个贫困的孩子 开了个茶话会 和孩子们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在结束时 赠送给他们很多糖果 书籍和现金 他也开着车 把孩子们都送回家 一路上他破为开心 不停地按着喇叭 回到家后 他给自己的老狗 打了一只拿飞 关闭在了煤炉的通风口 搬了一把椅子 静静坐了下去 一张纸条留下了他的遗言 你觉得他会说些什么呢 在人生的最后 这门降遇于欧洲的侠盗 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法国社会的传奇人物 把自己的遗言 留给了可能会来 他家盗窃的小偷 纸条上写的是 衣服洗了 有烘干了 但是没熨烫 橱锅里有豆莢 面包片旁边 还能找到两盛葡萄酒 不必害怕 为了您的健康干杯 雅各布死后 社区里的人 经常来这个怪老头的 目前调研 晚年的雅各布 给邻居们留下的印象很好 全然没有了 当年松云人物的模样 只有人们看到了 这些怪蛋的遗言时 具体里住着的依然是那个 想要搏击大海的自由灵魂